不過對國民黨支持的來講 現在已經快要進入絕望邊緣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國民黨基層炸鍋了 為什麼呢 因為看起來侯友宜的這個民調 持續崩落 似乎還沒有觸底 而且在這個時候 郭台銘偏偏的訪美的動作 就開始大了起來 那朱立倫呢 朱立倫在幹嘛 昨天突然冒出了一出這個 要把韓國瑜也列入民調裡面 的這個戲碼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美麗島最新的這個民調出爐了 這個侯友宜又掉了這個6% 那如果在撒喀都的情況之下 他已經輸給了這個賴清德 大概有12%左右 那如果細部的進行地區交叉分析 在新北市本命區 侯友宜甚至都已經大輸給賴清德 快要兩成了 賴清德大概快拿到四成 侯友宜只有兩成 所以差了快20% 那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在這個撒喀都的狀況之下 目前他輸更多 是輸大概兩成左右 幾乎跟這個柯文哲打成平手了 那所以國民黨是不是很急了 國民黨說他們已經完成了 這個徵召的這個徵詢了 那所以接下來看到的是 侯友宜就要等這個黃袍加身 現在輪到他 真的嗎 但是在這個朱立倫徵詢完之後 反而郭台銘訪美有大動作 還說他進行的是科技經濟之旅 而且談話這個內容透露了什麼端 你等下我們再帶大家來看喔 最妙的是這個韓國瑜 昨天傳說要把韓國瑜列入 沒有當中 但是這個按照國民黨的說法呢 是說這個韓國瑜已經有表達了 說他這個會跟朱立倫一起支持 主要的總統候選人嗎 但這個主要總統是誰呢 還不知道喔 那這個趙少康接受徵詢之後呢 則是出來放話 趕快徵召啦 好啦你不必把我放在考慮名單裡面 但是我告訴你喔 你再拖我趙少康 我就要辦辯論囉 好那這個張亞中的這個目前為止 據說這個他也就認了啦 好但是我們就來看一下 最值得注意的 當然還是朱立倫在徵詢之後呢 郭台銘反而訪美有了這個大動作 好那是不是選定了呢 為什麼打尾這個質疑 因為我們看到他在美國 他就說臺灣領導人要具備什麼特質呢 他說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人之道為而不爭 所以他有提到臺灣領導人的這個特質 而且到馬里蘭大學進行演講的時候 還講喔 臺灣過去三任總統 都是臺大法律系出身的 但是臺灣必須要有懂科技的領導人 這不是在說他自己嗎 而且他還強調 應該要把臺灣的打造成科技島 而不是彈藥庫 還說如果我帶領的話 臺灣年輕人都有機會 這個表態還不夠清楚 所以看起來郭台銘已經不是說 這個還存著一絲希望 是他是不是選定了 好甚至這個林傳媒也報導說 因為評估連署可能會太傷郭台銘 所以還不如找民眾黨合作 因此郭柯沛會不會成局 下個月就會揭曉了 那韓粉則是繼續拱辣個男人 這個根據媒體的報導 3月29號這一天 就是前天 韓粉突然直播 直播什麼 直播跟國民黨副秘書長江俊庭 這個連線訪問 那裡面就問到說 韓國瑜會不會納入內蔡民調當中 這個江俊庭竟然說呢 黨內認為有可能出來選舉的候選人 都會把他納進去 當然也包括韓國瑜 那這個 結果這個消息出來之後呢 輿論嘩然 那韓國瑜如果第一名的話 真的要爭招他嗎 所以國民黨馬上說 沒有啦 這個是在安撫韓粉 韓粉有可能就這樣被你安撫嗎 那來你黨務人士則說黨中央不會把韓國瑜放入內蔡民調 那這個中天新聞網則講說韓國瑜已經當面表示不用把他放入內蔡民調裡面 只是不用喔 但是沒有說不要喔 所以這個薛偉怎麼看 韓國瑜要不要放入內蔡民調 這個消息是誰放出來的 是韓粉放出來的 還是還是國民黨高層放出來的 沒有他們直播啊 這國民黨高層就這樣講啊 所以我就是跟副民主黨江俊庭 講這些話的時候他有經過黨的授權嗎 對不對還是說他故意在放話 他不是輸綠倫人馬嗎 對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實在是國民黨是四號而已 你今天選總統大選搞到現在 老百姓會不滿 很多藍營的支持者會不滿會不耐 就是因為你台詩脫膨 一直把他拖下去對不對 你到底是要拖到當時 那你現在應該很明快的告訴我說 我今天的總統大選的徵召辦法 或者是徵召依據在哪裡 我是不是應該要趕快講出來 那講出來就不要再搞這些 而且你要盡量把他單純化 簡單化嘛對不對 沒有人一大堆來亂 你也要把他放入內參民調裡面嗎 對 那不是要拖一拖在卡中 不只要拖 拖才拖 對不對 要拖死 我說真的 你今天說實在話 之前張亞中趙燒康出來講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這一場 那個爭鬥是相當的激烈嘛 那既然這麼激烈的話 亂象重生開始引申很多很多 各派各方的說法 那人家就講說你趕快趕快 讓你的遊戲規則出來 讓大家能夠遵循這個遊戲規則 不要誇獲這個遊戲規則以外的東西 可是你現在不是嘛 你今天將軍臨帶頭跟人家講說 韓國瑜要納入內參民調 那我想請問一下 韓國瑜有選的意圖嗎 那你把他放入內參民調是怎樣 是告訴你說韓國瑜他還是在黨內最強的 而且你要贏過韓國瑜 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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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出來選總統 那說一句話 今天如果都沒有贏韓國瑜 不就叫韓國瑜出來算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亂搞 胡搞亂搞 而且他說安撫韓 我只是安撫韓粉而已 韓粉不會更火大嗎 對啊 所以 我當真的 我就是怕你呼嚨我 我才要直播的 對嘛 你今天就是講說 你今天直播以前 你應該跟韓粉講說 你要先經過韓國瑜同意嘛 你要瞭解韓國瑜的意向嘛 對不對 你現在說韓國瑜要放入內參民調 現在又跟你說沒好沒好沒這件事嗎 我是安撫韓粉耶 為什麼安撫韓粉 你這樣反而是把韓粉的那個一個夢挑起來之後 又把他打碎啊 對不對 那個夢一場的感覺是很痛苦的 是很糟的喔 對不對 你看他一講完之後 你看那個 那個韓國瑜就已經表示嘛 不要把他放入內參民調嘛 對不對 你看那個趙燒康 他也說不要把他放入考量啦 我是覺得這兩個人 他有他的高度在那邊 而且他有自知知名 說實話 他真的不要出來亂啦 他帶新人換舊人 算過了 還是說你整天想要算都算沒機會的時候 真的看破 真的看破 不要不要再硬是要搞下去 不過那個趙燒康剛才講一句話 他說 他說再託我就辦辯論 我也套一句因為郭董最近有講了老子道德經的話 我也用老子道德經的話告訴你 善者不變變者不善 不用辯了 這個不用辯論 好啦那你郭董 我真的是覺得郭董他今天講什麼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人之道為而不爭對不對 我那天就說韓國那個 其實我們用好的角度來看侯友宜 不爭而爭 視為大爭 所以你看說的我前幾天就講過了 郭董是不是看我引道德經 所以你也招起來 可是你說實在話 你這樣去的話 不就是一個謀略嗎 對不對 怎麼會是為而不爭呢 你去那邊就是要告訴人家講說 只要我郭台銘有辦法 講這些科技講這些東西的話 你其他候選人誰能夾我筆 對不對 他是不是就要凸顯這個問題 對不對 好啦那你就講說 臺灣過去三任都是臺大法律系出身 臺灣必須懂科技的領導人 對不對 大家也知道說 懂科技想選總統就只有你而已 那還有誰 那問題是臺灣真的是要科技 懂科技的領導人 我難道不能夠懂法律 之前很多懂法律 我難道不能夠懂內政 懂經濟嗎 對不對 這是不一定要一定要懂科技 對不對 當然啦 我常常講說 今天一個領導人 不需要什麼東西都懂 也不要說立於一尊說 一定要說你某方面的專才 因為你總統的統領的格局 跟看的東西是很多 你要統領很多部門 很多的那個科技 很多的那個政策方向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今天這個東西 其實誰的人格特質 誰的什麼東西在一起的話 其實就是看老百姓怎麼去選擇 就接下來你總統只要定一尊之後 你可以在各種的面向上 或者告訴人家講說 我要把臺灣帶到哪一個方向 對不對 那個時候讓老百姓來決定 不過現在又講到說 郭柯合不合這個東西 因為講說國民黨好像沒有要把那個 其實說真的 這個也是一種放話 你知道嗎 現在就說國民黨 遊戲規則定了 要不要叫我進去玩 如果不讓我玩對不對 我就去找柯P玩 對不對 而且柯P我連署太累對不對 柯P有入場券啊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放話 或者怎麼樣 這個事實要等到最後 到底怎麼樣才能夠揭曉 看得清楚 到底誰在玩謀略 不過在講說最近那些民調 包括什麼 最近很多民調正傳媒 對不對 臺灣民意基金會 ET Today 還有中共蓋洛普 我就被益川陷害 不知道跟我講蓋離譜 你看還有接下來叫美利達有沒有 最新的民調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個趨勢 就是這幾個民調 在最近這一個多月來做的民調的話 賴清德真的是很穩 很穩定 他是趨於穩定 那小麗顏欣欣欣是講說 為什麼 是因為賴清德一連串的改革之後 他當黨主席一連串改革之後 老百姓民眾已經有感 有感的之話 那就會吸引固定的支持者追隨 對不對 這個支持者會不會再向上衝 那接下來就取決於民進黨接下來的執政 不過陳建仁現在又給他加分 因為陳建仁說實在四平八本 中對中局 也沒有什麼看起來 也沒有跟他爭總統大會內鬥的感覺 所以賴清德就穩穩地選你的總統 那問題是國民黨如果再對照說國民黨你在裡面混亂 混成一片的話 那賴清德的民調勢必還會再往上走 國民黨還往下掉 所以但是大家就覺得說你怕到底是誰要出來 那小麗顏欣欣欣也講說侯友宜 侯友宜真的是之前一直被人家認為是最有可能的候選人對不對 他覺得他太過於保守 那個支持者不耐 這個我很早已經就講過了 要更加的人 幸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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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所以這個問題也是很大啦 對不對 那小麗顏欣欣欣是對他有信心 他說如果定於一尊提名侯友宜 民調還會再回升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跟侯友宜強調一下 你如果真的要選總統的話 接下來蔡英文總統訪美回來 或馬英九訪中回來之後 那個時候是你適度表達對美中臺關係 國際關係兩岸關係 你的政策你的論點的時候 那個時間點已經到了